大家好,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6月19日 一個大喜日子 6月19日 昨天是父親節 父親節的大喜日子 我在家裡錄了 客串的芒向編輯部 所以今天 又做節目 今天有位嘉賓 嘉賓 Anick上來 然後大匪 三個 原班人馬 再加一個嘉賓 閒話休題 我們一定要 第一時間進入我們的主題 主題是什麼呢 就是香港人 其實是否很喜歡欺善怕惡 大家覺得 當然 肯定是 你看半導派 老弱殘兵來踢 你看我站在這 看不看得到我 看得到你 你一看得到他 打個巴 三隻門牙掉出來 所以證明香港人 真是欺善怕惡 絕對欺善怕惡 這次很明顯 食環處 專選那些75歲老婆 這個老婆都保養得很好 還有很多黑頭髮 可能是染 但是 他們 阿婆本身 就不是賣紙皮 他 就設計陷害 真的生氣 這個阿婆 就賣紙皮給他 阿婆可能開價 或者說三元 還是 最後 還是一元 總之 不是一元 就是三元 就說跟他買紙皮 阿婆 可能收拾紙皮 都是拿去賣的 可能有些人 我來有些用 就賣 誰知道他就表露身份 原來你是一個販賣用途 因為其實是環保問題 你給我買一元回去裝東西 就可以循環再用 我這些紙皮 跟著你阿婆就要淋水 因為要重症 淋了些水 然後夾著 然後就被人收紙皮 那些更麻煩 你現在循環再用 其實是幫助環保 有些地方都淋水不收 我家附車的街市收 我看不到有淋水 應該是不行的 其實淋水 他又計算你錢 那個榜又交回 收你低一點 他不是傻的 還有你淋了 回收可能是有些問題 不是那麼好 因為很多紙皮 現在有價 這些紙皮 如果你去收紙皮 賣一個 三至五元一個 即是他賣給你 是 因為我們有需要都要 譬如我們裝東西 搬屋 搬寫字樓 你一定需要紙皮 那些都要計你錢 計幾元一個 這次這件事 其實網上的迴響都挺大的 因為你是一班人 標形大漢 圍著一個阿婆 然後還用一個 類似大陸釣魚執法的方法 就引咎你 就說跟你買 之後你一收錢 就表露身份 你老實說 這不是引人犯罪嗎 現在那個毒犯來的 放射 你對一個七十五歲的阿婆 要不要這樣 不是呀 放射都是他肯定會犯罪 是不是 他本身就是打算做雞 然後你幫助他捉他 他本身打算拿去賣 你現在用一元去引誘他 因為那些紙皮 可能賣到兩元 如果一個賣給他一元 他就只賺一元 是吧 喂 連一元的阿婆 你都只是撞彈弓 你這班不賣是男人 來的 全部沒有勾容 你們都撤了這班州 你老婆 可能個個都叫做陳文斤 沒有斤 全部是狗犀來的 這班 每隻都是狗犀來的 老實說 香港一個社會 你說阿婆是 怎樣說 去到這樣的年紀 你都不會好意思欺負他 是吧 正常人 除了本土派不計 本土派就會專家 但是呢 有個本土派 講到明 致正前 炮台山地鐵站 見到一個阿婆 雖然她說是大陸人 黃蟲 知拿黑衣 就兜腳踢她的那個 那個叫做 那個兜 是吧 講到自己的英雄時跡 那樣 如果我給我見到 我一定是打齊她的 如果給我見到 我一定是打齊她的 多了 女婿菜街 你女妹看多多 打 講不正 在那邊唱歌 專唱國語歌 你看看可不可以走過去 我想都不相信 是啊 你敢打她嗎 即是你們這幫人 食環都不敢捉 是啊 食環都不捉 警察都不捉 食環和你本土派一模一樣 同一隻型號 同一隻型號 又同一型號 選一些不會反抗的人 走來欺負 整班人圍著他 惡少少你又不敢去 他應該真的圍著李嘉誠 他們的邏輯一樣 李嘉誠說 常常是屯門那些 DSE那些 每個學生派五千元 你派五千元 你擔不擔保她那些 是雙非丹非的 擔不擔保那些 是黃蟲後台 屌你了 那些不是李嘉誠 究竟 那他們絕對不敢 李嘉誠 海防都不敢捉一捉 李嘉誠 是不是 藥房 你不是去拿好 你敢不覺得去海港藥房 是啊 去尖沙咀的藥房 敢不敢 鄭松泰說的 千萬不要 在橫州建公屋 建公屋 屌你了 就是養黃蟲 所以不能建公屋 同等道理 李嘉誠八五千元 我屌你老母 你不為她 喂 但是鄭松泰 最近做了一件很特別的事 是什麼呢 沒有啊 由元秋弄了個議案 可以政府炫兩妹 家長y他 only 根本還副基金 可以幫助樣子ief 是十八歲的 結果非建制派全部不贊成 唯一有一件跟建制派一樣贊成 那件叫鄭重泰 因為他快要老婆生了 他沒有申報利益 行為不當 如果他沒有報告 就可以告他 根據鄭重泰的邏輯說 橫州不應該建公屋 建公屋就是益蝗蟲 那是不應該贊成這個議案的 那他本身都是蝗蟲 有人問他去年叫他公開身份證 他都不敢公開 不用他 他老婆傳聞是大陸 如果你想什麼就是蝗蟲後代 他沒有說不是 但問題是 你橫州那時候不聯署 就是你說不益蝗蟲 因為他有屋住 現在他兒子出生不同屋的憤怒 所以我說了 香港的 現在回頭說回食環處 因為我太太曾經是受害者 即我是受害者 你講過 所以我就說 是欺善怕惡的 警察都沒有 好像這樣 我媽媽呢 九十幾歲 經常衝過馬路 沒車沒車 警察見到他 阿婆不要走 現在過馬路六百元 然後我媽媽說 我聽不到 不夠眼 媽媽 算了算了 警察啊 你不要動力 有親人之心 那個名渠 然後好像淹死了 不知道是淹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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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什麼 是一單很久了 你用不需要這樣養 這群食環 我覺得香港人 其實根本要是一個包圍食環處 逢是人出入上班 就踢劫 踢他的袋 還有這群混蛋 和郭兆憲也是混蛋 全部偷懶 長期躲在射王 永遠都不見人 就做了一會兒 就聰明了 這件事 一揭發就大家鬥爆了 報紙大電話 就整群混蛋 躲在盲槽 又有 一萬五炒又有 不停都是 全部都騎兩三份工 如果你禁煙辦 你打電話去 也是食環的 他就不肯來 我試過有一次打電話 就好像講過了 我隔壁那裏 吸煙煲得很厲害 行了 你聯絡了我們 我們會安排人 我問你什麼時候到 明天 現在下班 明天來到 我們會和酒樓溝通 這些就是吃環處 控煙辦那班 今天報警 你明天來抓他 他吃足24小時 黑咒求劍 先記下了 還有食環的行動 今天蘋果有一個報道 似乎是有規模的 是 整個中環是鋪了 鑄守食環 在那裡偷你幾天 拿紙皮 就跑去告你 我們應該反報他 我們找那班人做戲 他衝出來就要打斥他 不是個別事件來的 柱深色 洗太平利 習近平來 現在要說被抓得緊 就是恐嚇你的人 不要走去那裏 你都沒有肉酸 香港一個這麼繁麻 富庶的社會 尤其是梁振英 說扶貧工作做了這麼多 還要有人推脂皮 在中環 這樣也是 還不用太平地 這個是梁振英的正職工程 還有維穩工程 也是維穩工程 好像大陸那樣 就要搞綠化 用噴槍 噴了整座禿山 變成綠色 走街市 尿尿的豬肉 尿尿的豬肉 沒有解放軍 然後總理 問豬肉幾千斤 就四元一斤 四元一斤 好來一來兩斤 不能賣 那些豬肉不能賣 為什麼 因為 本身是預備了總理來 他不能認得總理 本身是預備總理看的 所以不能賣 我本身亦都不是壞豬肉的 算是假的 這個應該是燉冬菇的 總之可能是笑話 不是有貪的東西 促從 這件事我覺得應該是假的 就是抄前蘇聯的故事 其實前蘇聯故事也有抄納稅的故事 講起這個故事 網上見到我覺得挺好笑 就是默索里尼 經過一個暴徒巡視 經過一個鄉村 他就去參觀 剛剛放電影 所有人見到默索里尼仗 全部都起立 但默索里尼沒有理由向自己敬禮 他不起立 接著旁邊的經理看一看 可能是部長還是經理 可能是放影 先生 我和你的想法一樣 不過我覺得認為你最好起身 如果不是你會很麻煩 這樣 最後的故事不知去到哪裏 因為其實每一個人都是這樣想的 但是因為不站起來不行 不過就是說 食環這幫混蛋 在香港真是神爭鬼嚴 每一次都是他們搞 全家產 即是說好像你連初一 訂磚也是 其實可以不搞 奉紙當然連初一、二、三 我們香港人最喜歡 內鴨寮街、長沙環道 全部都好 地攤全部那三天是不拘捕的 全部都放出來 別人把舊東西 或者存在那些三三富富 全部拿出來賣 講起舊東西 以前我實小時候 我80年代 小時候我十幾歲 在北角 那時候我已經住北角 經過那個叫做電器到尾 即是渣華到頭 就有一班三、四個人的 那些叫做西藏人 每一年新年都來擺地攤 連年都見到他的 去到我讀中學都還見到他 最近沒有了 沒有留意 因為可能過了太久 但是我見到他連續六、七年 七、八年都見到是西藏人 賣那些什麼工藝品 擺了地攤 不知為何他那些時間 可以來到香港 這個真是不明白 不過現在呢 不像西藏處呢 他們好像上個六個打做事 我也覺得是 真是太有規模了 不是個別人士 其實中華你剛才說得對 很明顯就是 因為習近平快要來 他梁振英要粉飾他 那個人來的無能 又說扶貧工作做得好 你覺得對 七十五歲的老婆 都還要撿紙皮 你香港的那些揮鑊 原來背後都隱藏這麼多社會問題 堅尼係數破了五十年新高 衝破了五十年新高 全球數了數二 差不多 其實都沒辦法 因為是銀子加速貶值 有錢人多了 香港是很特別的 香港的堅尼係數是 這幾十年是一直在上 沒什麼停過 因為樓價的增值 太多有錢人 就變了貧富差距大 但你說實際上真的 沒有飯開 香港已經沒有飯開餓死 實有得吃 所以即貧窮也有所謂 即是你說 可能是生活苦一點 吃得清淡一點 不是說龍蝦刺身 每日可能吃個餐 三十元就四個餐 一家人就是吃那幾十元 可能比較辛苦一點 所以我們說 我們希望搞一檔那些叫做飯堂 就是希望照顧到一些 低下階層的人 即是可能他們在家 可能餐餐都沒有肉吃的 沒有一餐有肉的 可能去街市收拾些便宜的菜回來 十多元一餐 我們希望我們做到 一些比較貧富一點的人 都可以吃得飽一點點 希望這樣而已 所以75歲 這個老婆也算是自己更生 其實香港從來都好 那些老人家 個個都是情願撿紙皮 鋪個攤大手飯堂 是 尤其是香港本地 即是土生土長那班人 他們在香港拼搏 他們就算老了 都覺得自己要有專業 不希望問人來欺貨 是的 我心水堡會有一個老婆 長期呢 九十度的 即是那個寒貝是九十度的 好 你想想要這樣看你們 他都是撿紙皮 經常見到 他不是很多錢 可能是十元八元的紙皮 撿一整套紙皮 很少錢 現在幾號紙一斤 對 他整套紙皮 可能是十元 近這兩年 那些所謂環保回購 那些是便宜的 是便宜得很緊 為什麼呢 汽水罐那些便宜了 是 因為 沒有那些需要 大陸 大陸太多 大陸其實很多 現在的紙皮是賣回大陸 暴跌 尤其是鐵 鐵和銅都已經 因為產能過剩的問題 現在便不想怎樣偷渠句 沒有 所以便沒有偷渠句 找不到 現在都聽不到 現在的渠句 現在渠句都在這裏 渠句是換了 渠句是換了 是用什麼做的 那隻 是靈的 那隻是靈面 現在那隻 會不會是不能用的 那些就不是鐵 可能是鐵值錢 那些生鐵 可能那些鋁 那些鋁 那些賣回錢 一樣值錢 都賣回那些錢 不,未必值得那麼多 因為以前香港鐵渠句 那些鐵是很漂亮的 那些密度很高的 全部都是漂亮的 那些很漂亮的 那些是賣得下的 即是偷工減這個 便宜了我們 即是偷工減料之後 便不打給別人偷 是呀 可能是否販賣的 我覺得是 我不知道 因為我不知道什麼物料 現在是看到靈的 靈的 靈的好像是女的 是反光的 反光的 像是女的 但是 現在這樣 這件事 我剛才不打 是下午出了新聞 下午出新聞 應該是撤銷了控罪 撤銷了 起碼撤到三十多人 走去示威 幫阿婆出頭 黃浩銘大隊 那不止 鄭文年這次 這件事主要是公民黨 那個黎智強 公民黨 那個黎智強 因為這件事是黎智強幫忙 那個是區議員 區議員來的 是區議員 那不止 幫阿婆 都用這個義務律師 而不用當值律師 那不止 因為義務律師 公民黨有 是吧 那節省570元 是吧 那就這樣說 這個黎智強 都很久了 做區議員 在港島那邊 我看到沒有什麼頭髮 那個原本是民主黨的 後來 因為2010年政改方案之後 就走了 就不妥當民主黨 因為民主黨過了政改方案 就走了 就叫了過去公民黨 都可能是 因為那時候 支持金賴威而已 不是 他跟金賴威爭過 不是 支持金賴威 就是民主黨 不是 他跟金賴威爭過 爭女兒就爭位 不是爭懷 爭女兒爭過 他差點做到的 你知道嗎 那次 既然記得李柱銘那一禍 吸了很多票 如果搞到何秀蘭玩完那次 我靈異 你記得好記性 大家 很多人記得 一件事 就是 差了一點點 何秀蘭就拿不到位 但是 亦都沒有人記得 一件事 就是 如果一個不小心 撿多二千多票 在李柱銘那裏 撿多二千多票 是連排第三個黎智球都做了 本來有機會 他剛好在一個很窄的環圍 比他還要撿來做 就是 那個叫做 何秀蘭 如果李少多兩三千票 是的 就是黎智球做的 是的 如果他 如果是何秀蘭 多了八百多票 那次是何秀蘭做的 但是 剛剛在這個範圍裏 被蔡帥翁撿來做 噢 不過 2008年 2004 雖然黎智球做得好 但是呢 亦都說 當時那班警察都是混蛋 人家全副身家只有三十四元 你都要三十元 自簽擔保便可 是 收他三十元 和不收一元分別 是 那你便自簽便可 那些警察是毫無常識的 阿婆兩元坐車 是要用八達通才可以用兩元 是的 你這樣放兩元是不行的 那些警察究竟懂不懂的 就是不肯懂 是不是 那些中環上班 不是 說真的 你們這些警察看見老婆 這樣被人搞 你也沒有測癮之心 是吧 還要收他三十元 那個 他全世界有三十四元 就叫你拿下三十元 做保釋金 然後給他四元 你坐車 是 你這樣做得出 不是 給我 我不是 阿婆 不過阿婆呢 可能也沒有上網 不知道有踢補 我不走了 我打算死在這裏 這些叫做坐爆四十八 不是 我打算死在這裏 不會坐爆四十八 他怕你有事 一定會立即放你走 不是 你七十五歲 給我是阿婆 我飯不吃 水不喝 我打算死在這裏 我看你怎樣 警察 你快走 說真的 下次 其實要向老人家說 你吃還 你抓我 我死在這裏 我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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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暈不動氣 我很緊張 我暈不動氣 其實保釋金可不可以拿回我 我現在都不太清楚 可惜加過二 可以拿回 你不告 如果不告就拿回 如果告你 其實保釋金多少錢 就罰多少錢 如果你一千元保釋 到最後他上法庭 就罰了你一千元就算了 不是刑事 這個是規矩 所以這個警察 是否正規矩 三十元 你都要找人 是 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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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有個政策說,這一陣子什麼都先告 而什麼都要拿正來做 關不關這個和解777事呢? 要大和解,誰都先告了 一來是,二來還有一個可能 所有紀律部隊其實在雨傘運動的時候 他們自己覺得是被人侮辱得很厲害 所以現在是要為了捱一下他們的士氣 所以就類似那些士兵派出去 任你奸淫努力那類 他們現在是不是這樣做呢? 原來這樣 75歲都想了,奸淫努力不斷 原來他們這樣做只會讓他們的朵圓來臭 他們要放些人出去做,或者出氣 想要加強士氣 但你找些弱者來開刀,你不是更加臭的朵? 但不要緊 就等於那些人踢劫那樣 起飛腳踢過七十幾歲阿伯 大匪這些人,他不敢走過去 沒錯 對著他 別說大匪,我想黎生也不敢走去搞狗黎生 這個我知道 上次說回來,在這個王國,雨傘民動的時候 你老闆那個馬啟聰 馬啟聰 熱烈公民,在那裡圍著快便 那時候還覺得人家可以扶得上臭 我衝出來,我說你老母臭,她當著臭臭 我說不肯跟你說,走去後巷 即時解決,什麼?什麼? 我說你走就行了,兩個三個走就行了 你脫不脫口罩認得你這個混蛋的樣子 我說你走,一起走 警察說不要那麼勞氣,我說我沒有勞氣 我說一起走過去 走而已 走而已 我說我不肯跟你說話 就整班都縮了 接著站在警察的後面,什麼?什麼? 接著警察的後面跟我說什麼?什麼? 是這樣的 這些就叫勇武抗爭嗎? 是呀,很勇武的 那天人力也有兩三個,高大一點的 不要吵,不要吵 我心想被人欺負到上面 你怕他什麼?拳頭膠 最多就是吵你了,面罰一千 是嗎?用什麼死呀? 他們沒有你那麼有經驗 這些是經驗 你知道那個口罩,別人不知道 還有一件事 你知道什麼人可以避兇走的 原來只剩下一分鐘 我們下一節回來再說 休息一會 好,拜拜